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亚婷 随着印尼经济发展 劳力需求增加 且为了保障印尼劳工的权益 印尼政府将在五年之内 停止派遣妇女到海外工作 目标在2017年停止输出家事帮佣 值得注意的是 在台印尼劳工超过22万人 是我国长照人力的最大宗 这项政策势必冲击台湾 不过印尼当局表示 只要台湾调升工资 限定工时并且提供宿舍 印尼政府还是会持续对台输出应用 印尼劳工训练中心的学员 努力练习国语 准备到台湾工作 不过来台工作这条路 可能很快就会行不通 印尼政府鉴于在海外 从事家庭帮佣 和看护类的印尼女性劳工 平传遭到虐待 规划逐步停止 输出女性劳工到其他国家 印尼政府希望提升海外家事类劳工权益和劳动条件 比照在工厂或产业固定上下班的劳工 呼吁台湾依照法律 第一规定最低基本工资 全面调整应用薪资 其次应用不需和雇主同住 第三限定应用工作时数 建立加班费几负机制 印尼认为相较于其他国家 台湾法律相当保护印尼劳工 新任总统佐科威也曾公开肯定 并感谢台湾善待印庸 印尼政府深知台湾对于印庸的需求 如果台湾政府能做到上述三项条件 2017年后 印尼仍会继续输出印庸到台湾 中央社记者周永杰 雅加达报道 印尼请流感疫情 农委会防检局14号上午公布 截至11点以前 较前一天共新增21场送检 其中新增南投县 确诊统计共新增19场 场区分布以云林八额场最多 屏东也有4间肉额场中标 值得注意的是 农委会宣布两天暂停 屠宰压额的期限 中午就要解禁 让人质疑是否松懈防疫 对此防检局强调 开放后除了要求屠宰的水情 必须减负受医师签署的健康证明 屠宰后也会查验有无可疑病状 确保安全无语 一定要有这个职业的受医师 在送屠宰之前的三天之内 有去做了这个访试 同时开立了健康证明 他才可以送屠宰 送屠宰的时候 我们屠检的受医师 还是会针对这个动物本身 送来屠宰的部分 会加以这个严密的 这个屠前跟屠后的检查 屠后的时候 就是会看他的内部的胀气 有没有任何的这个异常 那经过判断没有异常的情况 健康的屠宰的这个额脂 才会上市功能实用 针对可能传染给机制的 H5N8病毒 防检局长张淑贤指出 现阶段疫情只局限在额压 只有台南一间肉鸡厂送检 稍晚结果就会确认 且国内养鸡厂的生物安全性 相对较高 是否扩大屠宰限制 仍有待评估 它通常是有围网防鸟的设施 甚至有密闭式的部分 它不像水瓶是开放式的饲养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还有待进一步的评估 因为目前送检的部分 鸡的厂的数还是比较少 所有的这个疫情还是局限在 压额的部分 压也很少 还是以额为主 尽管防检局强调 目前包括H5N2和H5N8禽流感 都没有感染人的研究报告 但他们仍预防性监测疫区392人 其中21人有感冒症状 裁检9人已排除3人 目前无人感染 中央社记者张志燕 红黄军台北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中华职棒Lamigo桃园队 在机场捷运站举行开训典礼 Lamigros演出年度主题Jump舞曲 也成为开训仪式的另一焦点 上百名球迷到场 随着台上动感音乐 跳动欢呼 现场好不热闹 桃园市长郑文彩也现身力挺 将来机场捷运通车之后 到这边看球很方便 让我们以后看球做捷运好不好 去年全员主场创造中职最佳票房 今年桃园队引进日本加油歌Jump 作为开训主题 将2015年Lamigo桃园队的宣传口号定为Jump 象征球队接下来能持续地成长 球队队员也积极做体能训练 为新球技备战 去年是一个美好的一年 那今年我们还是会重新的重新开始努力 然后再次往总冠军的目标去努力 我觉得每一年都是新的开始 所以就是尽量把自己的成绩打好 还有帮助球队得冠军 我们在这边正式宣布 Lamigo桃园队全员主场 即将挑战地表上 单一运动赛事 消耗最多卡路里的赛事 新球技除了增加新的加油歌舞 带动跳的啦啦队Lami Girls 2月8号将进行排选 将再争选一位啦啦队员 为Lamigo桃园队一起加油 装社记者张欣伟桃园报导 中华职棒统一师来到墾丁 展开三天教育训练课程 转训第二天球员特地早起到 墾丁国小升旗并赠送签名球 和学童互动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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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接着登场的沙滩竞技 考验球员的体力和爆发力 小小锅郭宏志扛着轮胎向前冲 拼命模样笑翻全场 谈到新球技目标 球员都希望球队能再拿总冠军 就希望一样保持身体健康 然后就是拿出好成绩 为球队尽力 希望拿总冠军 希望各位喜欢中华职棒的球迷 多多进场 不管你支持哪一队 就多多进场为中华职棒加油 一个球员最在乎的也是一个总冠军 那今年不设定自己有任何的成绩 那只设定今年 希望球队能拿到总冠军 统一师球团精心安排春训课程 最后一天球员到俄伦比大草原 挑战竹竿舞 让球员训练体能之余 也能感受团体同乐的趣味 主要社记者吴嘉生肯定报道 有别于部分孤傲的艺术展 美国当代艺术家盖瑞贝斯曼 今年以欢迎来我家为题 首次站上对岸上海的舞台 与民众分享生活化的创作取材 就连台湾庙宇常见的门神图像 和红灯笼等等 也能融入个人创作颇受各界好评 他布置的那些东西 就是很就还蛮同趣的 就很容易进入那个环境 就是不像有一些当代艺术 就是很高冷的样子 不是很好理解 一平家陆荣之指出 过去是插画家的贝斯曼 如今不仅将现代艺术清明化 更打破了艺术与人们的繁离 而由于贝斯曼前一战 就是在台北展出 比较两岸艺术风貌 陆荣之也肯定台湾的多元发展 整个在台湾的艺术的状况呢 你会发现就是说 它跟内地有一个差别 就是台湾在某一个程度上 相当的多元 然后在跟西方接轨这一块 好像是理所当然 而且在很多年轻人 他们也很喜欢 日本式的动漫文化 贝斯曼生长在强调犹太价值 以及教育的家庭 惯以同趣的动物 人物形象来表现意识形态 动画作品更层获艾美奖的肯定 他融合了讽刺意味 与黑色幽默的艺术创作 也充满个人特色 中央设计者高兆芬上海报道 最后带您关心乌克兰局势 乌克兰东部去年爆发 亲俄罗斯叛军与政府军的武力冲突 至今已经造成4700多人身亡 是冷战以来 俄罗斯和西方之间最严重的危机 乌克兰总统波洛申科 预计15号在哈萨克首度与俄罗斯总统普廷会谈 致力化解8个月来的东部冲突 与会者还包括德国总理梅克尔 和法国总统欧兰德 会谈能否如期举行 是否达成新进展 都是外界关注焦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新闻资讯台和中央社网站 都有播出 我是张亚婷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